好 第五點 有暴力傾向 這絕對不好 這大家都覺得 這個是不OK 這個絕對不OK 可是女人們可能會覺得 永遠不會碰到她身上 可能有可能覺得 打一下腦袋 摸一下臉 抓一下她應該很帥 你們有任何人有碰到過這種男人嗎 沒有 我有碰過 我覺得 我連人家這樣子跟我講話 這樣子我都不行 都受不了 對 因為 妳這樣戳真的很痛 不是 妳這樣戳 不說我 不是 有一天我就是穿那個 穿著一個漏肩的衣服 然後那個男生跟我講話說 她說 怎麼樣 那個 妳比較吃得好 沒有 我要去哪裡 有一點性騷擾 然後我就說 妳講話就講話 妳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動手動腳 這樣沒禮貌 然後她就說 沒有 就是這樣拍妳好玩 這樣有點吃豆腐的感覺 然後我就很生氣 因為我就跟她講說 妳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弄我 她說 這樣弄會怎樣嗎 我就會假的 真的 對 這樣她不要碰她就越碰 真的可惡 所以這種人千萬要進去 白癡 第六種我覺得很特別就是 它不適用於一般 妳平常的時候才剛認識 或是妳不熟 我把它放在於比較是那一種 妳們已經交往一段時間了 都想要定下來了 但是妳有一天忽然覺得 她怎麼都不認識妳的家人跟朋友 或是妳怎麼都不把我帶去妳的父母 我們都快要認識婚嫁了 她就跟你說 NO 我覺得一定有問題 對啊 我是遇到有一個就是 她講話講得很誇張 然後都已經要 就是弄我下定決心要娶我了 然後有一天她就要求要到我家 她要來我家 然後因為她想要送東西給我 我就說 妳沒有跟我約好 為什麼可以過來找我 然後她就很 她為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生氣 她就說 她說我就是妳的男朋友 我跟妳交往 為什麼妳連請我去妳家做一下都不行呢 然後我就想一想說 OK 好 那不然呢 我先到妳家去做個課好 既然我們這麼認真交往 要論及婚嫁的話 那我到妳家去做個客人好了 讓我去看看妳們家 然後讓妳家人認識我一下 那我到時候再請妳到我家來 就是參觀這樣子 然後那個男生就突然卡住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就說 妳不是一直想要到我家嗎 那我就到妳家去拜訪一下 這樣不是很正常嗎 妳上網來嘛 然後她就非常的恐慌 然後就開始胡言亂語 然後到最後她講說 她家有唯禁品 所以她不能邀請我去 什麼唯禁品 妳家的網子 什麼唯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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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N槍還是有商品 因為她說因為我工作 我工作真的是 有很多苦衷 我都沒有辦法邀請妳到我家來 所以呢 因為我家有放東西 我就放什麼東西 結果發現那個東西 就叫做原配 跟一窩子的孩子 唯禁品 唯禁品 對 後來就沒有節目了 後來就卡在這邊 我就不想理她了 好險 那就算妳聰明 原來妳也有聰明的一次 好啦 這六種男人不能碰之外 小孟老師也要來幫大家掐指一算 看看妳們這幾個女人 在未來會碰到什麼樣子的 愛情陷阱 好耶 好不好 妳要先知道有什麼樣的陷阱 妳才不要跳進去 我們去幫妳 因為真的小孟老師已經說 我活著不可能嫁出去 我活著不可能嫁出去 我活著不可能 愛情陷阱 也許會有改變 也許會有改變 好不好 來 我們讓大家來做一個選擇 大家看看 I'm sorry 這裡面有四張牌 你看看那個圖案 選一張讓妳自己最有感覺的 妳就會知道妳會碰到什麼樣子的 愛情迷宮 愛情陷阱 而無法自拔了 好 來A選項我們看到的 是一隻手 後面有一朵雲 好像握著一個星星金幣一樣的東西 好 B選項呢 是倒立牌 中間有一個像王的 那前面有兩個人跪著 恭恭敬敬的 那天上也有好多顆好多顆的星星 好 C選項 我們看到每一個人手上都拿著一根樹枝 很多個男人 這是一種運動嗎 還是一種儀式 大家每一個人會有不同的感覺 好 D選項是在划船 而且前面那個人穿著斗篷 兩個人都是背對大家的 好 妳對哪一張最有FU 代表妳對於愛情的態度 妳最怕什麼樣子的陷阱 3 2 1 請揭曉 好 星妮跟B 都是A 手上握著一個金幣的 然後我們的Ruby跟Apple都選B 這個倒立牌 好 代表什麼呢 小孟老師 好 如果說觀眾朋友跟 唐玲跟星妮姐選到是A的話 幹嘛交解 對 問題 真的嗎 妳比較大嗎 我比較大 就這樣都不是這麼臉 年齡 可是我不能交解好不好 對 她不能交解 對 包裡 跟妳 好不好 雙女 好 誰要是A的話 代表說會 深陷金錢的漩渦 真的嗎 對 為什麼嗎 因為你看排床主要不是這樣子 拿錢對不對 到時候剛開始她會告訴妳說 其實我是很有錢的 對 然後就是我的戶頭很多 但是她可能 剛開始會請妳去吃東西 可是到後來她就不會了 她就慢慢一點一滴就是讓妳來 對她就是付出 接著她跟我們借錢 是 而且就是說 有可能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她可能會告訴妳說 我現在做生意做很大 我現在有戶頭有什麼 沒有辦法把錢匯進去 沒辦法走轉 所以要妳當人頭 對 或者是說 會跟妳借一下錢 可是剛開始她會還妳 對 剛才會還妳 可是後來她又怎樣 不還妳了 只要說有人頭 妳就趕快投就對了 對 千萬不要幫人做保 幫人做保就是待 記得喔 好 那B選項呢 好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跟Ruby 還有Apple選到4V 代表是說 會陷入第三者的漩威 那更加強 第三者 太可怕了 兩位賺錢不可以的 這個就是第三者 I'm sorry I'm sorry 第三者 I'm single 誰是第三者 是我們是第三者嗎 We're double 不是 妳們到時候會變成 誤願過變成是小三 對 就說第三者 是在我們知道的情況下 還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我們會變成人家小三 那是莫名其妙的 會不會被抓到 因為通常這種人 常常都會怎樣 他另外一半都會告訴妳說 沒有 這是別人自己主動來的 不關我的事 或者是說 我原本的婚姻就有狀況 妳是來救我的 妳知道很多這種藉口 然後他又說 I'm sorry Ruby就死了 對 不要再聽I'm sorry 對 妳就回一個F派 I'm sorry 妳就幫我原諒妳 Honey 對不對 好啦 我們再來看C選項 是什麼答案 如果說觀眾朋友喜歡C 代表會陷入那種 就是言語暴力 或是情緒暴力當中 因為反正這種主角 看到兩派 在打架 對 所以代表是說 可能對方可能 會罵妳 或者是會吐妳 可是剛開始你會認為說 其實他應該 我可以改變他 但是搞到最後你會發覺說 其實這種人很難改變 所以到時候 你是自己受傷 就是通常這種人 而且也會遇到那種另外一半 會把事情全部都通通推給妳 對 都會覺得說 什麼都是妳的錯 真的會這樣子 所以觀眾朋友如果選到C的話 就要自己小心 言語上的羞辱 或者是暴力上的攻擊 都要敬而遠之 好 D選項 划船 好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D的話 代表會陷入那種 就是過去的人的漩渦裡 什麼叫過去的人 就是說他無法忘記過去的人 走不出來 走不出來 我們都沒有 對 牽女友 然後他可能把妳當成 只是一個替代品 替代就過了 你看那種水 你看划過就過了這樣子 我們選A真的太幸運了 所以說 突然選到D的話的人 我都告訴Chang 觀眾朋友是說 如果妳有發現說 她的手機沒有 還有跟以前的聯絡 妳就是盡量跟她切割乾淨 不要再繼續了 不要當人家的替身 對不對 好 我覺得這個牌很準 因為我做過了調查 Ruby妳剛才說不可能 可是妳之前 就曾經跟一個男的交往過 而且那個男的 都已經有女朋友了 妳就是小三了 妳當過小三了 妳有經驗嗎 對不對 妳那是知情還是不知情的小三 這個知情的 知情 知情妳還覺得是交往 不是 因為就是 妳中邪嗎 對 那個時候是中邪 後來卡到音 對 先中邪 那個時候是先中邪 然後那個時候是因為 妳自己講 妳都笑了 妳很心虛 因為她 她一開始她就說她有女朋友 她擺明了跟妳講人家很情虛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是一直死都不接受她 因為我那時候就跟她講 她講說我沒有辦法做這種事情 然後後來她就慢慢慢慢的 在這一段時間 她就比如說 就會用那種生活當中的小事情 來慢慢融入到我的生活 然後就開始扮演 無意間扮演我男朋友的角色 然後讓我開始慢慢的依賴了她 然後不知不覺中 我就真的開始也覺得 她好像是我的男朋友那樣 後來我就自己也覺得慘了 我已經開始 愛上她 對 愛上她了 然後她就開始跟我講關鍵話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嗎 I'm sorry 這一次她講得更激烈了 Sorry Sorry 妳就不行了 她就說 I'm sorry 我的確是有女朋友 我對她是有責任的 我跟她在一起這麼多年 我真的沒有辦法跟她說分手 但是我愛的人是妳 Oh my God 你看 那一套她也跟她講同樣的話 不要當真 後來她就說她一定 她只能等對方跟她分手 對 可以想 因為今天一直在講 男人壞 可能女人就會 可能會有一些東西 就會開始 Focus在於說 那我要怎麼樣精挑細選 我在剛才不是有六點 那七點那些 可能有些徵兆 我再選了三個 可能你們會忽略掉的好男人 就是外表也許 你看起來覺得是小缺點 是一些小恰致 但其實這種男人還是可以愛 還不錯 你可以選擇她 因為已經是21世紀 男性女性都變得比較中性一點 那我們來看看哪些特質 或許你可以參考一下 有一種男人 就是代表她是 比你愛美 你看 你看 只要是 每一人都非常非常的介意 但是我跟你講 大家講一個故事 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六年級 七年級 每個人都照這麼保養 你們一定會認為你們的先生 跟老公 過的男朋友很體面 體面怎麼來 是他去運動 是他常常洗澡 是他懂得保養來的 那種愛美 所以你不要認為愛美 娘娘腔 我不要她 同性戀 第二點 妳看 如果有男生一個我在一起 然後一直照鏡子 一直弄頭髮 你要泡 這我就有點不好意思了 其實我看這三點 我覺得好熟悉 我老公這三點 都去背 真的 我舉一個例子 他就比我愛美 像我平常不神傳照鏡子 但是我先生一天到晚都在照鏡子 出門前就是 那邊弄弄 弄頭髮的時間 吹頭髮的時間 永遠比我久 然後還有 他也比我娘 像他敬酒或喝茶的時候 小指頭不會不自覺的翹起來 還有我們家的體重機 他一天要站上去大概七八次 他很注重自己的外型 自己的體態 可是我受得了 可是我覺得妳那個還好 但我覺得封面膜男生真的 封面膜也會 我還有遇過一個 愛穿丁字褲怎麼辦 才能穿丁字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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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一個不行 你真的不叫偉淨品 就穿丁字褲 好奇怪 你會遇到那種 怪怪的人 好奇怪 難道現在就只剩下這些人 可以讓我選嗎 我只是說妳穿丁字褲 也許是好 妳有穿丁字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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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 偶爾 我絕對沒有 可是妳說妳看 比妳心細的男人 心思比妳細 這也是有好處的 沒有 女人受不了 因為女人覺得她這樣龜毛 可是我就絕不會 妳知道 非常非常難搞 像我們家都是我先生 在打掃一切 很好 那我就可以在那邊 坐享其成 因為她心思系 她收東西又收得整整齊齊 甚至那個衣櫃一打開 衣服 襯衫 燙幾條線 還要造漸層的顏色 通通都排好 所以妳看這三點 表面上妳覺得是一點缺點 但其實仔細想想 還是有好處的 好啦 今天小孟老師 要造福各位 再讓妳們抽一張牌 我們要告訴妳 哪一種男人最適合妳 為妳找到幸福的味道 好耶 好耶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有幾個選項 A選項 一個男的在那裡 敲敲打打 一樣好多星星掛在旁邊 她坐在一個長凳上 好 B選項 我們看到好像一個女王 對不對 正經為座的坐在那兒 一張很漂亮很華麗的椅子 旁邊有一個燈 好 C選項 像白馬王子 騎著一匹馬來了 還有盔甲 還有手上拿著一個樹枝 好 D選項更明顯 好 一隻手拿著一把寶劍 上面還插著皇冠 好 來 3 2 1 請選擇 好 這一次 心妮跟Ruby都選寶劍 唐玲選的是那個木匠 敲敲打打的 Apple選的是女祭司 坐在那裡的 好 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好 如果說觀眾朋友 跟唐玲選到的是A 對 代表說妳適合去找 有事業心 或是才華兼具的人 為什麼嗎 這張牌代表是說 因為牌中主要是敲敲打打 代表說她會賺很多的錢 而且她可能會刻畫夢想 如果說觀眾朋友 跟Apple選的是V 代表說妳必須要找 細心體貼 而且會擦眼觀色的人 對 代表是說 可能今天妳不高興 她就開始就知道說 不要再繼續講下去了 對 而且可能會比較容易照顧妳 比如說妳現在很累了 她可以幫妳提東西 對 比較呵護的 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戲 代表說比較適合找那種果斷 果斷 或是判決力很強的人 妳可以看牌中主要是 往前要一步 我其實是很喜歡C這個選項 對 就覺得白馬王子 一看好Manly 對啊 拿一根草 對啊 因為馬不是往前翹 代表是說 妳要做決定的時候 不要拖泥帶水 不要把問題都丟給妳這樣子 這樣我就輕鬆了 妳看 真的很輕鬆 好 第一選項 好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 跟心妮跟我們的Ruby 選到的是D 代表需要找的是有話直說 不會隱藏內心話的人 什麼叫有話直說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表面上會說 沒有怎樣 我不會不開心 只要內心是不爽的 是不開心的 所以如果說 像妳們這樣的人格特色 因為妳們都是屬於直接性的 不適合跟那種太悶的 或是太隱藏自己內心世界的人 對 妳會覺得很煩 對 所以妳們比較適合去找那種 就像一把劍很利這樣 太準了 對 但是也不要太利到說 是吐槽妳的 是直接把不高興不爽直接講開 對 妳們適合找這樣的人 所以姐妹們都聽清楚了嗎 聽清楚了 不過我覺得 要怎麼樣選找適合妳的人 只有兩個條件 兩個特質 第一 它要能夠讓妳變得更好 更健康 更美麗 更快樂 而第二個特質就是 要用妳最愛的方式來愛妳 對不對 對 幸福相談所 下次見囉 謝謝 好棒喔